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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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林林老师 对啊 老师如果我们觉得自己 运势卡关 但还没有 到爆发的状况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可以 这个消灾解雾 老师也会低潮的 老师也是人 也会啊 就是因为有低潮过 老师才会知道 怎么转变命运 好 那我就去问我的老师 我就跟我老师 我老师看到我 他就说 你去准备给我准备 那个一百细细以上的 那个黑醋 黑醋 乌醋 乌醋 对 乌醋 那我就说 准备乌醋要干嘛 他说 你给我明天早上 早上九点到十点这时间 你就摆在东方 瓶子打开 瓶子打开 就放在东方 一定要晒到太阳的地方 要亮到 要见到天 你放在 我就把它放哪里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有那个铁栏杆 那我就把它放在东方 就铁栏杆那个地方放着 然后你放下那一扇杆 你就说 小人 霉运通通消除 我心里在想说 黑醋哪那么好用 就像你现在听到我讲 你可能也会觉得 老师 你真的瞎掰 我想说 没关系 老师竟然教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我相信 我真的就这么做了 我买那个特别大罐 他说越大罐越好 我就买特别大罐 我就把它放下去了 我就没管那件事了 可是我放下去 莫名其妙 从那时候我真的就 莫名其妙 就整个运势就不一样 那你想想 我心里在想 我那时候想那个逻辑 因为你摆下那一扇 醋是酸的 小人是不是因为心里酸 对不对 所以让那个酸 就挥发掉 挥发掉 对 那乌醋它是黑的 把所有你黑暗面 通通也挥发掉 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 真的很有用 因为老师试过了 真的 来来来 转运也需要好时机 来下周就是端午节了 端午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这个节气 大家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冠宇老师就来教教我们 怎么样利用这个端午的节气 来帮助自己转好运 一年非常快就端午节 但端午节事实上你要知道 端午节气是最旺的 因为在端午那个气中间是 在中午时间点是 天与地是行的一气 天地一气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就像一个棒子插着 天顶天地地 所以只要你懂得在这种时间的话 相信你会改运 所以我们端午节节气 来转运方法 介绍给各位的是 第一个是什么 端午宅屋除酒工废弃大法 就是家里面的酒工 那准备什么 准备的物品就是 很容易找到 在卫金座店就有了 檀香粉 檀香粉以及橙香粉 一定要檀香跟橙香 檀香末跟橙香末 两种配在一起的时候 利用开运的时间 叫中午11点到1点 那再来之后 开运的方法是什么 点燃檀香粉跟橙香粉 给它放在一起 和在一起 点燃之后 就把它拿着之后 在我们家里面 整个房子的每一个空间 走一下 从你们家里 不管你从哪里起点 走完之后 就回到那个起点 到最后 我们将这个檀香粉 橙香粉 进过窄之后 要怎么办呢 找一个 如果有河流的地方 去给它倒在河里面 倒在河里面 如果没有河流 因为都市人 可能没有河流 没有水沟 那怎么样 至少我们门口 外面有那水沟 那也可以把它倒下去就可以 只要不要被人家 踩在上面 把那水沟干 那个地方往下倒 就可以 因为这檀香粉 就像我们扫垃圾 要一点点粉而已 没有关系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除汇 就是我们把我们家里面 所有的汇气 用檀香以沉香当中 檀以沉 它是最能够把我们家里面 低沉的那种汇气 以及高沉的汇气 沉比较高 檀比较低 所以高低之汇气 就一起把它请出去 请完之后 倒到水沟里面 就放水流 所以说我们厄运 就从死流掉了 这是非常简单 就可以做到了 第二个我们教的方法是什么 木兰气血 培影固本 木兰气血 培影固本大法 这叫什么 我们端午节叫什么 叫做木兰节 所以端午节叫木兰节 所以我们就叫木兰 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准备的物品就是 五种颜色的花瓣 在端午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去准备 很多花都很漂亮 这个季节花最漂亮 你像玫瑰花 这都很漂亮 花了很多的各种颜色 如果能找到 五种颜色的花瓣 买一点回来 这个花瓣 你像说买一朵 一朵回来 它剥一剥 剥好之后 放五十水 五十水 如果你有那种地下泉水的 五十水是最好 但是都市人可能没有 怎么样 自来水在这个时间 打开出来之后 从上面流下来 它在我们的水塔上面 它的太阳 那个水塔的水 是顶天立地的水 在这个时间 端午的气 进到我们的水塔 水塔流到我们家里 出来这个浴缸里面 一样可以的 所以不一定要去找河流 去找那个泉水 用五十水 一个浴缸把花瓣摆下去之后 开你的方法是什么 利用五十支水 加入五色的花瓣来泡澡 那或者有时候没有 当然我家里又没有大浴缸 有很多现在都市人 都是小儿而已 那怎么你用给脸盆 把这些放在里面 用毛巾搭沾 身体各个地方 沾一沾 洗一洗擦一擦 这样一样的化解掉 我说有时候你不要小看五十水 五十水你给它放了一年 两年三年 你给它摆着 绝对不会臭 所以以前我们在画符的时候 我们在端午节 都会直接一直浮 那个水下来 在画符的时候 有时候人家怕到 不浮沾 那个水一画一画 下去 那个鬼灵就自动散开 所以建议说 我们用五十水 用木兰的方法气血 用这个培养顾本 应该是很好 就可以让你的命运里面 低潮变高潮 很快的就转化运失了 来 接着又不老师 来帮我们进行一个 易经的占卜 大家赞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就要转运了吗 观众朋友 你虽然现在不见得是衰运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没有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像比较开心一点 这时候也需要转运 对啊 但老师你的题目 很讨人厌 不是 老掉牙的笑话 我们就用这个笑话 黄油妇老师 也有调皮的时候 来请问 看一下这个题目 是不是调皮的题目 这个题目 就是很简单 你们一天到晚都听过的 如果你的妈妈 跟你的女朋友 如果结婚的话 就是你的太太 同时掉到水里 请问你要先救谁 就有四个选项 老师 我们当然一定会说 老婆跟妈妈 都一定要救 妈妈只有一个 但是你的能力 只能救一个吧 你没有办法 一下子救两个 请问 对不起 这老掉牙的 我们只是立问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取一个选项来取卦 然后来看答案 你最近是不是就要转运了 我们可以默默诚实地 面对自己答案 不用喊出来 心里知道就好 好 我们现在第一 我们看到四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当然先救妈妈了 第二个答案 这个女朋友 或者太太比较重要 所以先救女朋友 或者太太 第三 他们两个都会游游 那就不必救 他们掉下去 两个字就会游起来了 第四个 因为我根本不会游游 我根本是焊鸭子 那当然我什么都不救 一共有四个答案 请现场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 请你一起来选 选一个 然后来取卦 看你的答案 最近是不是要转运 直接了 来 林玲老师 我会救妈妈 救妈妈 我也选A 都是救妈妈的 那因为我就焊鸭子 然后就不救了 都不救 好 那我就选C 小和 不必救 你先选 老师 你缓成救老公 或者救男朋友 我不要 我老公自己会游泳 救妈妈 救妈妈 都是救妈妈的 干嘛 大家都排前面 只有老婆没人救 那你救老婆 对不对 老婆还帮你生了两个小孩 对不对 老婆很甜 救老婆 那人不错 好 观众朋友 你选好了 我们看一下答案 我们从前面开始 往后揭晓 先看救妈妈的 救妈妈最多 静存 还有两位贵宾 是 都是选这个 先救妈妈的 还有观众朋友 你也是救妈妈的话 得到的卦不错 叫地水师 地水师是什么意思呢 职场猛将 出奇自胜 就是是你工作方面 就要转运 是90分 恭喜恭喜 是 这一题同时 我们要叫 我们的孩子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选 说救妈妈 我也会给我的儿子看 当然要救妈妈 好 下面来看一下 救老婆的 或者救女朋友的 这是赌铃选的 那得到的卦 叫做 折水困 困就糟糕了 困就是困扰 困难嘛 所以是口舌不断 有些困扰 小心口舌 最近这一个月 所以只有30分 哎呦呦呦呦 所以观众朋友 你知道以后我们 真的没有办法救老婆了 对啊 老师 老师你这样 以后谁敢救老婆 当然都要救妈妈 救妈妈 母亲节 救妈妈 对啊 观众朋友 都是黄老师 以后我们都只能救妈妈了 那是奇怪了 好 那个妈妈跟这个太太 都是会游泳嘛 所以他们不必救了 这个是艾菲尔老师选的 或者观众朋友 也是这个的话 答案是 雷水泄 这是解 读泄 雷水泄 也就是解决的意思 情产顺利 摆平真直 把问题都解决掉了 当然就转运了 是 就开始开运了 感情方面 要转运80分 好 最后呢 是陈冠宜老师 所选的 他反正都不救 没有汉鸭子不会游泳 都不会游泳嘛 跳下去就死了 跳下去比较有诚意啊 跳下去都一起死了 都没有用法 谁都不要怪死了 得到的挂叫 山水蒙 蒙就是迷迷蒙蒙 这个 鸭子滑水 暗捞大钱 这个钱财方面要转运了 100分 100分 真的 看来以后还是救妈妈好了 反正老婆 你有儿子 她会救你 对 对不对 来 谢谢老师 好 也谢谢林荺老师 更要祝福又欣 加油啦 谢谢 好 也要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天 请准备收看 命运浩凡 拜拜